塔塔来到监狱的真正目的被狱警识破 臭不要脸的他不但要钱还打人 而面对狱警的威胁塔塔却没有丝毫办法 一旦他的真实身份被暴露 被狱中的老大哥们知道了的话 那么他就一定不会活着走出这所监狱 没办法 他只好联系老父亲要钱 塔塔说他房子里有一个包 包里有八万美刀 拿出一万给他带过来救命用 可父亲的话却让塔塔的心瞬间凉了一半 他说他祝愿花的就是这笔钱 已经都花光了 塔塔无奈 那里面的两公斤面粉呢 父亲说他本来是拜托塔塔的发小丹尼尔把他卖掉 但几天后丹尼尔却说他被打击了 塔塔彻底无语 最终塔塔实在是没辙了 他告诉父亲一个地点 让他把那仅剩的一公斤面粉想办法给他带过来 然后他再想办法在狱中以低价卖掉 老父亲听后连连保证 这次一定不会搞砸的 然而这个一定 一定是一定吗 塔塔调整好状态 来到拉里的牢房与他攀谈了起来 这次拉里的态度与以往明显不同 他对塔塔没有防备地说了很多话 包括他与他哥哥家里之间的故事 拉里问塔塔为什么会对他如此友善 而塔塔的回答也是令他相当满意 塔塔的话就仿佛是说尽了拉里空虚的心底一样 深深地刺中了他的内心 从这以后 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熟络 他们聊天聊地聊电影 聊爱好聊女人聊经历 而塔塔也在时刻地用心 关注着拉里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然而就在两人有说有笑之前 两个狱警走了进来 拉里因为要做心理咨询被教主 而被狱中老大哥打得破了像个狱警 则趁四下无人催促塔塔赶紧给钱 明天就是最后期限 这边拉里和心理医生说出了心理话 他觉得和塔塔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很快 和他聊天时感觉也很舒服 拉里说塔塔会给他足够的尊重 讲话时会看着他 而不是为了看透他 第二天 塔塔现在唯一的救命稻草来探监 然而老父亲却并没有将面粉带过来 他说他四处找了个便 却根本就没有见到面粉的影子 通过老父亲回忆 这期间除了家里人 就只有塔塔的发小丹尼尔去过房子 塔塔听后怒急返校 现在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卡丹尔尔去 会 你说什么? 走